來! 摩羯座 摩羯座的話呢 暗黑一面 因利益而背叛人 哇! 唉呦! 喔!好! 你知道摩羯啊 在工作上啊 或者事業上 摩羯都是一個工作狂的境界 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 它覺得說 它的分類的事情 它就要把它做到好 會出一絲疲漏的 所以摩羯座呢 其實它可以一開始跟你很好的一起共識 一起的工作 可是呢 當它覺得 喔! 你這個脖油品 就是因為有你才害我們的計畫 害我們的那個工作的那個成效啊 績效 被扣慢了 它就會很想要把你切掉 拉低班平均的人 就是你啦 對 它就會想要把你斬草去 把你這個脖油品丟掉 可怕 容易讓人覺得錯熟不及喔 因為呢 摩羯座也被拖累了 所以我覺得呢 因為你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掌控我事情的進度啊 那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聽起來是有點冷血 嗯 有點冷血 所以呢 可能會因為利益關係而把 呃 呃 那叫什麼好朋友 欸 朋友 或者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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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掉 清掉 但是呢 摩羯座看似你 覺得它活得很淡風情 但是它其實真的很不善於情感的表達 它內心是多善感的 是 不是這樣子的老講 越在意的事情 它就越不懂得怎麼表達 就會覺得說 它怎麼那麼冷酷 就內心那種澎湃洶湧就對了啦 對 因為它內心會覺得說 比如說 我好像好像跟你道歉 它就會覺得說 嗯 我說對不起 是不是聽起來有點沒誠意 可是說太多是不是又好像很狡情 哈哈哈哈 真的嗎 懂 準 OK 金牛座來了 金牛座注意了 我小編也是金牛座 哈哈 悶騷不止難說服 哇 唉 我不得不說 Hopo老師就是一個字 準啦 真的假的 聽說你身邊也是滿多金牛座朋友的 超多的 來 金牛座 OK 金牛看似很隨和 非常的好相處 但其實金牛座是十二星座當中 最悶騷最固執的星座 阿咳 而且你可能會覺得說 她口才不好 是沒有很善於去辯論她可能會輸啦 口才上可能會輸給我們處女座啦 哎呦 但是呢 她絕對是很難被說服 口頭輸的這關係 你以為你 你以為你說服她的內心的嗎 沒辦法 真的 她表面溫和啊 可是她複質的程度 大概就是石頭牛都拉不走的那種 其實這樣也不錯 如果說我們有人家說 聽我腳調我腳在這裡找一種 都不會變 對 如果他認定的事情 他是不會隨便去改變的 好的 他等上可能會敷衍說 好啦好啦 我知道啦 但他其實是按著你 還是會繼續按照自己的那一套去做 了解 對 就是他就說 唉 真是的 為之氣結 而且呢 你不要以為金牛就是 什麼都好 什麼都不計較 其實他手裡是有一本帳本喔 其實誰賺他便宜 誰欺負他 你會清清楚楚 但是你等他出頭了 你就知道 這個在戲 加倍鳳凰的 好喔 OK 來 接下來 可可老師 我好緊張喔 我的媽呀 感覺好像也是有點準耶 來 處女座的暗黑面 來來來來 愛翻 要自己念嗎 愛翻舊將演技派 哇 身邊有沒有處女座朋友 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 還是處女座要自己現身說法 OK 處女座呢好啦 他其實他是一個非常細膩的星座 是 對啊 我們說愛翻舊帳 因為他很念舊啦 哈哈哈 老師說得好 是 就是很念舊 想當下呢 處女座可能內心不舒服 或是有什麼不爽 但是呢 這件事情還沒有處理過 還沒有過去 還沒過去 練習著 練習著 一定要的啊 如果處女座朋友呢 他有一個那叫什麼 完美主力 他不喜歡同樣的錯 又再翻第二次 沒錯 所以其實呢 雖然你已經改進了 你已經怎麼樣 但他內心還是記得說 上次那個誰誰誰就是給我怎麼樣 所以就點點點 圈圈叉叉三角行為 沒錯 而且處女座還有一個點很可怕哦 然後說他討厭你啊 討厭一個人呢 但是他需要的方幫助 那會怎麼樣呢 他不會跟你說破 他會繼續假裝跟你不錯 但是目的達成之後 你當然就會發現 欸 怎麼不太接你電話了呢 今天找不到人哦 欸 這一點沒有啦 沒有這樣子啦 會一直接你電話啦 哈哈哈 接起來都說在忙 不然接起來說 欸 收訊不好這樣嘛 對啊 但是呢 處女是非常非常固佳 一個非常好的星座 就是我覺得如果是 處女另外一半 他會把整個交代打得也非常好 超整潔的 對於重要的人啊 處女座會很希望對方 在有什麼困難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他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說 你有很多事情 你全部都是請別人幫忙 然後你不請你的另外一半 處女座幫忙 那內心會覺得很適合 我跟你講 處女座就是大家的小經驗 對啊 哈哈哈哈 說不得了